安全对的对 机会 安全问题 我来帮你 开刀脑机 原谅爱心 战胜困难 超级勇敢 我 我会努力的 危险电视里的功夫 已经没事了 小狼 你这几天要好好休息 等脚消肿了再运动哦 谢谢你们 小狼 你今天穿得真特别 是什么角色呀 我今天是功夫大侠 功夫大侠很厉害吗 当然了 功夫大侠来无赢去无踪 想这样的说 他三两下就可以跳到顶那 所以你就学他那样跳了 我只是没法为好 等我讲好了 一定能像他一样帅气 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功夫大侠 让他告诉你 他是怎么上书的吧 好 为什么功夫大侠 要站在绿色的布里面 你说的那个绿色的布 叫做绿幕 是拍摄特技镜头时 经常要用到的背景幕布 演员在绿幕前表演 由摄影机拍摄下来 方便电脑处理画面 换上其他背景 Action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下次再会 功夫大侠原来不是自己飞起来 是被绳子吊起来的吗 那个可不是普通的绳子 是强度很高的钢丝 我们平常在影视作品里 看到的飞檐走壁 一般都是靠他来辅助拍摄 保护演员安全的哦 为什么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没看到功夫大侠身上的钢丝 那是因为钢丝本身很细 在后期制作时 很容易用电脑特效将其抹去 这样我们在观看影视作品时 才不会一直盯着演员身上的钢丝 想不到功夫大侠 根本就不是真的在飞 这样根本就是作弊嘛 你看他的手臂 他受伤了 被钢丝吊折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当演员被吊起来的时候 一旦出现临时状况 比如起吊机没有控制好升降速度 或者在空中移动时 钢丝摩擦到皮肤 都会导致演员受伤 有钢丝这类保护设备的动作 盛且如此 那些没有保护设备的动作就更危险了 有一些特技演员 能不借助工具 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 但也非常容易受伤 我们没有像特技演员一样 经过专业的培训 更不能随便地模仿这些危险动作了 我明白了 安全对对对 任务完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